多了嘛 又是一个接口 哎呀 这是啥情况 刚才这个当地的居民讲这里面 他们放网都是 八十两三十两的 估计天还没凉 有这么大就好玩了 哎呀 越钓越大 我去 今天五号的一栋 钓这鱼刚好 又来钓草栋了 这不是我们的主场 然后这边有一个杂 这个杂估计很久没开了 这里面是一个荡 荡里面水蛮清的 不是鱼塘啊 是也只能说是一个野堂现在 然后看这个水面 今天温度高 等下三两了 看水面有这个一两的鲫鱼 一两多 不在上面 有小的就应该有大的 那前方已经在开草栋了 大概能开一个上五个吧 我们先过去看一样 水太清了 这里面先搞一个试一样 往那外口去一点 这边还能开一个 等下那个控水区域也能打个窝 打窝我们演示一个就好了 一共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窝 然后它在对面开了一个 那个角落还有一个 这天气 它大概打了 大的打窝器 打了一半 也就四十克左右 来了 它光在下面冒鱼心 半天给一口 这条还不小 线放长了 两米五的 等下切掉一点 水深也就一米五左右 两米的线应该够用了 这地方水深只有七八十公分 基于都有一两多一点 一两多一点有吗 反正一两应该有 看一看 不好站 一两有咯 又来了 这条还不错 下去就来 都差不多了 在水一会看 有没有大的 这个泡下方也大了 来了 来了 这下方的鱼心 现在是放哪边都有鱼咬 这边上鱼快五 估计是背影啊 刚才那个河内面是 鱼的太阳 水又深 那边一米五 这边只有八十公分 温差我们体验不到 鱼在水底下 体验感还是蛮强的 这条 接口 我以为放草荡了 车条还不错 颜色非常的真 来了 漂亮 漂亮 镜头缩小了就看不到鱼的大脚了 可以了 来了 哎呀 就不拿手上了 这边不好操作 这下方鱼 这下方鱼多得很 都一两楼接近二两 哎呀 不给你们看了 刚刚刚这鱼跑了 下面还是有预警 哎呀 漂亮漂亮漂亮 镜头给它好放 镜头一缩小就感觉余不大了 这数个一二三这五就能提咯 这一条不大一两多挂草了 哎呀 这个草 这是啥玩意 哎呀 吊了两个窝 喂猫喂了十几条 第一个窝出了三条鱼 然后在这边四十分钟上得多得很 对不起